肝气一堵脾胃受苦 送你一个忠诚药 大通肝气脾胃就好了 肝气一堵脾胃受苦 大家好 我是沈医生 现在十个人里面七八个脾胃都有问题 有些人是因为饮食习惯不好 慢慢损伤的脾胃 但是我见过大多数的情况都跟肝脱不了关系 中医认为肝属木而皮属土 我们在自然界里面的树木都是长在泥土里的 我们需要泥土共积养分 就好比我们吃到肚子里的食物 需要经过脾胃的消化 才能转化成精微之气被身体吸收 化生气血供养脏腑 而树木长得枝繁叶茂才能避免水土流失 就像肝气负责输泄气肌 才能使脾胃的气肌调畅 蕴化功能才能维持正常 但是正所谓木克土一丹 肝气不顺 肝闹起了脾气 那脾胃是第一个遭殃的 这在中医上叫肝于克皮土 又叫做肝胃不合 现在人压力比较大 情质不畅 暴躁易怒 这些情绪都会影响到肝气的疏泄 导致肝气愚结不通 进而影响脾胃 所以情质过急也同样是引起脾胃虚弱的一大关键因素 如果说你平时总是急躁易怒 一生气就吃不价饭 胸邪胀痛 腐胀爱气消化不良 大便也唐息不成形 还会口干口苦 腐蜀吞酸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肝胃不合了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有个专门调理肝脾的忠诚药 叫做疏肝合胃丸 它里面既有柴虎 香腐 扶手 陈脾等药来梳理肝气 又有白勺 浴巾来养血活血 再加上白煮广获想 莱夫子 贱脾化湿 消食化及打通脾胃的机制 最后用脂肝草来调和猪药 医气合胃 注意药合用 对肝脾不调导致的胸邪胀痛 食欲不振 胃腕胀痛 和你呕吐等症状有一定的调理作用 当然了 需要注意的是 中医用药需要辨证 如果你不清楚自身情况 那就不要乱用了 我们下期再见